用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川普又有惊人推文 川普提议延后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他觉得邮寄投票不可靠 面对提问川普解释 他也不想改籍 只是无法相信邮寄投票 但川普根本没有权利更改选举日期 一桑天开桑 延后选举不止法律上不可能 议员更是不分朝野 一致表示延后选举没有胜利 美国今年爆发疫情加上黑潮延烧 让川普民调直直落后于拜登 川普执意邮寄投票不公平 为了防疫想要延迟投票 到底是为了全民健康 还是创造新闻带风向影响选战 各界想必自有定见 暂停新闻赖英宏报导 暂停新闻赖英宏报导